近日,维州多元文化事务部长Robin Scott和维州道路及道路安全部长Look Donilon 具有新的多种语言路标在大洋路沿线启用,在议会大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每年来大洋路旅游的游客超过700万人 新的多语言路标帮助游客在大洋路上安全的驾车 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大洋路施工车辆上显示中英文两种语言讯息 提醒国际驾驶员注意交通状况的变化 多种语言电子告示牌可以显示25条不同的警示讯息 并在施工高峰期间使用 Look Donilon说,大洋路是维州标志性的旅游景点 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 我们希望他们来这片布满沉船的海岸线时 能有一段安全和难以忘怀的经历 Robin Scott说,这些路标体现了另一种欢迎国际游客 到来的方式 帮助游客避免困扰和干扰 了解路况的变化